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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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错了 爸爸真的错了 爸爸没按时去少年宫接莫莉啊 爸爸错了 打爸爸 好吗 打爸爸 打爸爸 莫莉打 好吧 莫莉 莫莉 来打爸爸批批 打爸爸 莫莉 今天奶奶肯定给莫莉 准备了好多好多的好吃的 去 来来 莫莉 来 上座 湘天兰 我警告你 以后禁止你拿莫莉威胁我 妖婉莫莉警告你 以后你要再敢这么对莫莉 我就让她敢叫姜莫莉 反正你们家族府少年莫莉的份儿 你吹吧你 有没有份儿你说了真不算 来来来来 还眼看 但凡你心里有莫莉一丁点位置 你不会这么久连一通电话都没有 你也不会把她一个人都在少年宫 让同学笑话她还差点 差点怎么了 你说她 我告诉你姜天兰 我犯的错 我可以当面给莫莉承认 不用你在背后诋毁我 再怎么说莫莉是我们老留下的人 想让她改姓姜 做梦吧 你看你现在这样 还有我才莫莉没接诋毁呢 你就坚持你现在这个责心 我敢保证将来有一天就算你求 莫莉都不认你这个棒 我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名字 你没见过得多了 我这辈子做的最明智的选择 就是跟你离了婚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就是跟你结了婚 彼此彼此 早不早啊 不早我不去了 走走 马上走 算你狠 接好安全带 你阿万了 田的姐啊 您治个身 您吓死我呀 这都记铁了 我打电话你不接 罚担心你不会 你跟我这儿玩签赋呢 忘了 忘了 我可帮你想着了 你说你刚开始工作 没多少寸宽 我是看在你一个人 逮着个孩子不容易 才答应这放逐是一个月一脚 这本来也没多少钱 这六百 这六百块钱的事 你让我一躺一躺 一躺一躺 还不够折腾我呢 是是是 你要这样 咱就按诡计赖 放逐半件一脚 别啊 田的姐 我下个月一定准时交给您 我真是忘了 下个月 那这个月了 你不会还让我再来第二趟吧 不不不 我有 你还要我一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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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 那再玩我可就收力气了 这只要这 您放心吧 真的还不会晚了 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这还没面呢 我上子不舒服 田烂呀 你别省我了气啊 你说 我要是怎有个前二八百晚了 这房子 拜给你祖都总 是 是是 可我这一家老销的 也不宽裕不是 是 都都不容易 那你理解我啊 理解理解理解 是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宣战 宣战 我下周末再来接你啊 你到底怎么了 爸 给我八百块钱了 多少钱 八百 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借我也行啊 又是你妈让你管我要的吧 不是 我咋说 你疼了吧 你个小屁孩能有什么事啊 再说了 你妈怎么了 连 连八百块钱都拿不出来了 我才不是 你不给就算了 我还不要了呢 小屁 你说我小屁 你说这话你亏不亏心呢 你说你从头到脚 从小到大 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是不是都是你爸给你买的呀 我小屁 我不是就想问问你 你这八百块钱 你到底是干什么吗 没什么 就是想试试一个人改 你试试 我是你亲爹呀 你说我之后的钱不都是你的吗 你有什么好事的你 来 放点 放点盘子 再见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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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回事 喂 朱老师 莫莉妈妈 今天莫莉怎么没来上钢琴课呀 莫莉没来上课 走 躲着 老师说茉莉根本就没进过刑房啊 孩子去哪儿了 不可能啊 我亲自给送到这儿的呀 你就送到这儿 你不让给她送到教室去 你赶她投胎去你 这统工没有一百米 我在停车在送这多麻烦你 你知不知道有从海君在这儿 一百米之间就被拐跑了 行了 你别危险耸听 赶紧找孩子要进 你干吗呀 报警啊 干吗 咱自己先找 找不着再报警 那你还愣着干吗 找去 这ป拖呢 好像因为很多白衣都是 movie 好的 Husk 好 起来 没事吧 没事了 好嘞 好嘞 再说 你能来看你还是说 我好喝 这个心生 来吧 这样一定会 ration 我买你的 我买我的 我买我的 我买你的 刘雨 oca 这是你 我不会拿你的 你也是 你又买的 我现在一定不会 我好 有淨 我还可以 还茉莉的时候 大夫说这孩子发育指标的 坚持怀孕会有危险 可为了让你妈早点抱过孙女 我拼了命地把这孩子抱住 吃茉莉的时候我难产 打出血擦点死在手术台上 可那时候你在哪儿 在外地出差 陪客户吃饭喝酒 屋里生下来体质就不好 缺盖 整宿哭闹着睡不着 非得让我抱着她睡 我就没日没夜地抱着哄着她 就说抱着抱着 我就在沙发上睡着了 你呢 要不就喝醉了回来 要不就嫌我蒙女俩吵着你睡觉了 要不就嫌我蒙女俩吵着你睡觉了 戴茉莉你真人一个手指着自己帮我 你以为我愿意老这么出去喝去啊 你以为我愿意老这么出去喝去啊 是啊 你生莫里大出血我 我也心疼 我也出血啊 我几次喝得为出血猪烟 我为什么呀 不就为了能多挣点钱为这家好吗 不是为这家 是为你妈 就因为茉莉不是个男孩 不能像你妈说的那样 给你们家传宗接代 你就这么不带着她 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非让你给我们家传宗接代了 哪句话说了 你不能说过 你心里就这么想的 要不然你干嘛不让我告诉你妈 我身外茉莉难产 我就不能再怀疑了 你让我一瞒就瞒了八年 这八年我怎么过的你知道吗 刘争莫 你却不是个男人 所以你怎么说吧小姐们 我跟你说 我要真想跟你离婚 我八年前就跟你离了 还要等到现在 我那时踏踏实实 是我找一年轻的 估计现在儿子都能打酱油了 好啊 刘争鹏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天天盼着我跟你提离婚吧 现在好了 茉莉丢了 你什么负担都没有了 怎么我就没负担啊 那也是我女儿 我跟你说 我对她的爱不比你少 你真也说瞎话 你不怕被勒批啊 我为了茉莉 我可以工作都不要 再用你一点时间 你把她送到秦房 她就不会丢了 你有完没完 跟你没完 我跟你说了丢不了 茉莉要真丢了 我这辈子我都不原谅你 真丢了我都原谅不了我自己 你压你什么呀 有你这么当爹的吗 孩子丢了 连报警都不让报 你没够二十四小时 你报警 没够什么二十四小时啊我 你根本不管 茉莉 你跑哪儿去了 你知不知道妈妈到处找你啊 你别以为不说话就行了 我跟你妈到处找 就差报警了 你刚去哪儿了 我就在这里的图书馆看书 我 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说呀 你妈问你话呢 又是因为打架的事啊 打架 宝贝 谁打你了 伤着没有 你跟爸爸说 谁打你了 快说 去去去去 装什么大好人 打架不是因为你啊 怎么打架就因为我了 你自己做什么事 你自己不知道啊 我做什么了 小孩打架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 妈妈 你们别吵架了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 你等等 你干吗 你把话说清楚再走 怎么就因为我打架了 要不是因为你昨天没来接莫莉 莫莉就不会被她的同学笑话 她没有爸爸 她就不会跟别人打架 就你这种疤 有还真不如没有 眉毛 给大家不说这孩子好几年是不什么大的 不要 不会的 他也只是说 有可能 你往好处想想 不是这是咱们那些男孩吗 那谁这样怎么说的 他当然不能直说 换你他妈妈的意思就是 他当然带不出我贫血了 贫血 那咱补血 我们就熬澡粥 那贫奶奶读了 他跟你小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你看那个皮子 那个小眼睛 你说这个地超也太不靠谱了 做来做去说是个孙子孙子 结果一生出来 变成一个孙女呢 孙女也好也可以 但是我准备的孩子的衣服 到十岁都是男孩的 所以啊 你们俩那生个男孩 听见没有 不着急啊 老天天然能年轻 有的是机会 是是是是 孙女也好 但是还是要给我生个孙子啊 你给我站好 刚才爸爸在 我不跟你计较 现在你跟我说清楚 怎么回事 妈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能不生气吗 今天为什么不上钢琴课 我不喜欢接钢琴了 我以后都不想上钢琴课 莫莉 当初是不是你说 你自己喜欢钢琴 妈妈才让你上的 上了还不到一年多 你不想上了 学习还有没有恒心 我不管 反正我以后都不想去了 你跟谁学这么教 可以这么跟妈妈说话吗 你知不知道学这个钢琴有多难 那么多报名的小朋友 一个季度开一次班 一个半才教十个学生 你说你想学妈妈去求这个告那个 终于上了少年功了 你说你不想学了 到底怎么回事 过来 你不是一直都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吗 上课认真听课 放学早早回家 我妈一直都以茉莉为骄傲 可你现在怎么学会骗妈妈 还学会逃课 妈妈每天那么辛苦地 出去找工作为了谁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妈妈 我就是不想让你那么辛苦地赚钱 我要拿钱出来给我钱搞钱 我知道你工作累 我也知道你们有很多钱 你又照顾我 你又照顾我 还要工作 太不容易了 你看你今天要加钢琴课的学费 好贵啊 好贵啊 以前是我不懂事 上词要学钢琴 你带我懂事了 我不学了 我不想让妈妈那么累 其实今天早晓晓 我可慢慢要钱来着 但是他还问我要钱干什么 我又不敢告诉他 是你们姐 我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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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 对不起 妈妈错怪莫莉了 莫莉长大了 莫莉会体谅妈妈了 对不起 可是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爸爸和妈妈的事 是大人的事 不要想那么多 妈妈会给你准备好钱的 知道吗 妈妈也不哭 答应妈妈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告诉妈妈 妈妈不光想当你的依靠 也想当你的好朋友啊 有蛋 要命啊你 你站住 有钱有钱的你 你不抓这 快点去 让我做的事 你不抓这 你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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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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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谁 你再拿什么 我再拿了 踩踩妈家给你买什么好东西了 踩不了 踩不了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踩 提签 真的 想吃辣椒炒的还是萝卜炖的 辣椒 辣椒 当然是辣椒炒的 谢谢 这就说是 行 那就拉着辣椒炒 莫莉 回家 莫莫莉 这是要跟妈妈回家是吧 莫莉 来着 你先上去 妈妈一会上来 你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好意思问我啊 你怎么能带我女儿 住这种地方啊 你不是说住在一个 环境特优雅的地方吗 二十四小时保安 学区房 保安呢 我这事你管不着 这会儿我管不着了 你让天晴去我们单位 闹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呀 天晴去找你了 我江天来 咱能不装吗 你妹干什么去你不知道吗 你妹 我要有这样的妹 我都不好意思出门 我跟你说 你要想管我要钱 直接管我要 别恶人让他当 然后你在这儿装好人 刘展鹏 是 是我让天晴找你的怎么了 我委屈 我伺候你们家老老少少 这么多年 我就带着我女儿睡在这儿 我连钢琴费都 我娘家人借着 你好意思吗你 我就爱住这怎么了 我愿意 我女儿也愿意 你管不着 干吗 我就得管 这是我女儿 不是 你这么大人了 你要是不认字 我可以教你 这什么字 那什么字 这念拆 拆房子拆你不知道吗 你小点声 我凭什么小点声啊 这种地方 微房不能住人 你知道不知道 怎么不能住人啊 你看清楚 这这么多人住着呢 你在这儿装什么高级你 你就不想让我住的是吧 你给钱啊 你给钱 我立马到市中心 两百平米大房子 你给钱 给钱啊你 江天来你亏不亏心哪 我给茉莉的生活费 我少给过你一分吗 我晚给过你一天吗 不会吧 江天来 你连我给孩子的生活费 你都扣了是吗 你能做得再过分点吗 许点儿 我是你呢 你站住我 我还没说完呢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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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快下楼 跟爸爸回家去 咱 咱 咱住大房子去 你不要聊 我不要聊 你要什么 我就不让你在这儿住了 怎么着嘛 莫莫莫莫莫 下楼 你笑他这话 脑袋饼啊你 回家撤去 这 这小军还真有保安啊 脑袋饼 脑袋饼 莫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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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干吗 莫莉 来 你干吗 你把莫莉放下 我跟你说 你愿意住 让你自己住 我闺女才不住 这么烂地方的 明天拿法院进 莫莉的徒养前后抢定了 回来 别跑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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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妈 妈 妈 一 脏脾气了 丽丽棚 爸爸漂亮的 丽丽 丽丽 别闹 听我 你这我啥了呀 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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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 那我下来最幼稚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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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 公平夫, 你给我回来, 我们来 公平夫, 你干吗? 公平夫, 你干吗? 你干吗? 你… 妈不说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导演你们了 老李大孙子 大孙子 我导演美丽 我导演你们 你说小天多好的人啊 你非要嫁给刘斩鹏 你瞎了眼了 不管你做人做意 刘斩鹏我嫁定了 天安 你爸是命名好 他不是非要你们分手 他只是不希望你 那么急着结婚 结婚非结婚可遇 我怀了刘斩鹏的孩子 我老脸全让你给我丢进来 我直接打死你 你干什么呀你 干什么呀你 有用吗 你总能借孩子想想吧 他干出这种事来丢人 路是你走的了 到处后悔 别哭就回来 你放心 我一定挂了你现在好 滚 你把屋里放下 我跟你说 你愿意住着你自己住 我归得猜不住在这乱地步 明天咱法院去 莫里的姑娘全会强定了 回来 你要想管我要钱 直接管我要 别恶人让他当 然后你在这儿装好 在哪儿 妈 你去找刘斩鹏了 对啊 我去帮你讨个工的 你为什么事情不给我打招呼 怎么了 他去我住的地方找我了 他怎么找你住哪儿啊 你说呢 天咱 快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刘斩鹏把茉莉抢走了 就得抢 合着这大半年 江天蓝就带着茉莉 住在那么差的地方 他这妈当的也太心狠了 他就一点都不心疼自己的女儿 不是 估计他也是迫不得已 应该他现在连离婚的事 还没跟他爸说呢 他就是那么会瞒那么会骗 我告诉你吧 我早就看见他呀 就不是一个省油的灯 你说离婚这么大事 他都能瞒得住 行了就这种儿媳妇离就离了 我跟你说早点跟他离了 也不是什么坏事 行了 现在人家已经不是你的儿媳妇了 你就少说两句吧 那现在 茉莉归你了 那不算 如果真想要的话 估计还得打官司 打 这官司一定要打 当初离婚的时候 压根就不同意把茉莉给他 你还记得他带着茉莉走的时候 说什么话 离婚了 茉莉跟着我 以后要改姓姓姜 叫姜茉莉 姜茉莉 什么话呀 他问我这婆婆放在哪儿了 刘展鹏 这官司一定要打到底 坚决地把茉莉给我要回来 他敢 刘展鹏她凭什么呀 那茉莉是你十月怀胎 拼着命难产生下来的 她说抢就要抢了 别说你就当亲妈的不答应 就我这外婆也绝对不会答应的 早就说刘展鹏不是个东西 抢人这种事她也干得出来 当初是看人家神了 你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我谁在跟你商量 还商量什么呀 咱们现在就去派出所告她去 走 派出所可不管这事 这是家务事 除非我姐跟她 因为这事打起来了 变成治安事件 那人家才管呢 打什么打呀 还嫌事不够大呢 其实她要接茉莉去住几天 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可她说她要跟我打官司 要茉莉的抚养权 她混起来这真的比谁都混蛋 天兰别担心 她要打官司咱就跟她打 还怕她了 妈帮你做主 你拿什么做主啊 反为你家开的 那我们就眼看着茉莉 让刘展鹏抢走啊 不管她是谁开的 那女儿跟着亲妈 那是万古不变的道理 行 那我明天再去帮你问问 我那律师朋友 看看该怎么办 对对 天兰 别着急啊 等我们把茉莉要回来了 你们就搬回家住 你爸那儿 我来搞定 我看以后谁还敢欺负你 不管怎么说 我绝对不让茉莉离开我 喂 茉莉 妈 我要回家 宝贝 乖 给妈妈画画 乖 乖乖在奶奶家住几天 嬷嬷过两天去接你 好不好 可我爸说 再也不让我回家了 她是在跟你 跟你 跟你说笑话 她逗你玩呢 妈妈笑你不好吃 妈妈一定会把你接回来 是真的吗 你在奶奶家 要让奶奶生气 要乖乖的 知道吗 茉莉 怎么了 给谁打电话呢 茉莉 是你爸在说话吗 你让他接电话 上床 我妈妈说 待过两天就来接我 是真的吗 你先睡觉吧 来 说 我已经跟茉莉说了 让他暂时在你那儿住几天 过两天我去接他 我们俩之间的事 五四天天天 你想打官司也好 你想怎么都行 我奉陪到几天 但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把抚养权给你的 你听清楚了 姜天兰 这个你说了不算 喂 喂 我上辈子欠你什么了我 没错 我十八年没有碰过英语 但我是正经英语本科毕业的 行 谢谢啊 简 咱们 怎么样 律师怎么说啊 你在这儿站着干吗呀 坐着说 快说啊 那我问你啊 万一 我说万一啊 茉莉要是要不回来 也怎么办 什么意思啊 律师说我会输啊 不是说一定会输 反正有点难 我有离婚协议 那协议上清清楚楚写着茉莉归我的 知道 可我那朋友说 离婚协议 是基于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订的 茉莉能归你 那是因为刘展鹏主动放弃了抚养权 她要是现在开始争 就得打官司 这种官司 法院会综合考虑双方经济条件 还有社会背景 家庭背景什么的 凭什么呀 就凭刘展鹏她有工作 她有高收入 我什么都没有 我没有固定工作 可他们知不知道从茉莉生下来 刘展鹏经过什么当父亲的责任 她除了养过的她还干过什么 姐 你别着急 你可以拿这个来说事 但是你得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 我没有证据我就一定会输吗 你先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糟糕 我们俩分析了 也只是最坏的情况 你先别急 其实你刚才说的那些我都想过 只要官司一打 我就会输 那怎么办 我真的离不开茉莉 我真的 都怪我 怪你什么呀 你不去找她太不值得 只能怪我自己没本事 茉莉跟着我也受委屈 要不然这样吧 你再找刘远蒙谈的 只要她肯放弃 那就好办了 再说了 你还可以带着茉莉回家住啊 爸那边 我跟妈好好去说说 你就先忍忍 那我先走了 我刚刚都都溜出来的 那你先走了 这一点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上班啊 你别告诉我 你又没工作了 你别告诉我 姐 你习惯性失业啊 行了行了 赶紧走吧 行 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赶紧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这样才有资格 跟浏览朋友争莫里 对不对啊 知道 那我有情况再跟你说啊 怎么在这儿见面啊 离我单位这么近 万一碰到手上多不好 离婚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怕谁看见啊 行 说事吧 茉莉跟着我 如果说你要说茉莉 没什么好说的 律师我已经找好了 离婚的时候我就说过 离婚的时候我就说过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茉莉你也答应了呢 你现在这是干什么 你是想逼死我是吗 别上来就要死要活呢 干吗呀这是 我是想心平气和跟你好好谈 我也想心平气和地谈 但怎么谈呢 你说你现在连工作都没有 你 你怎么养茉莉 我好好的工作怎么没的 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 做人有点良心吧 行 你是想说你是因为生末里 才辞的职对吧 可这事也是在生末里之前 咱俩就商量好的 我没逼你吧 我没逼你非辞职是不是 再说了相夫教子 这是我的理想 这是你亲口跟我说的 对不对 自从嫁给你 我的理想就一个一个地破灭 是谁跟我说 我要不生下这个孩子 你妈就跟你拼命 谁又信誓旦旦地跟我发誓 将来一定让我过上好日子 我没让你过上好日子吗 我工资月月悉数上交 我没在外面沾花惹草 这还不叫好日子吗 别 我就知道你会怎么说 我不跟你谈以前 我没法说 我说什么你都有道理 这本来嘛 这道理就在我这边啊 我得跟着你不会心思 他已经习惯跟我在一起生活了 你别跟我太习惯 孩子的习惯是可以养成的 这不是问题 你会照顾玛丽吗 你为他想想好不好 这些年你除了给钱 你还为他做过什么 如果不是我辛辛苦苦 在外面挣钱 你怎么踏踏实实 在家里养孩子呢 你怎么养 行人 咱们别再争谁对谁错了 算我求求你 你别再跟我争莫烈了 行不行 将来你肯定会在婚会有孩子 而我呢 我就莫莉这一个孩子 算我求求你 算我求求你 你把莫莉还给我好不好 你把莫莉还给我 你把莫莉还给我 你再松手去 你要是真的莫莉好 你当初你就不认为 你没有资格跟我谈当初 当初我为什么跟你离婚 你不知道吗 可八年了 这事都完了八年了 你就不能再妈妈妈 你也知道我妈脾气不好 嘴硬一点 可你已经给她去医院了 你们俩扯平了 干吗非要离婚呢 到现在了你 还因为我跟你离婚 是因为你妈 我要是因为她 我早就跟你离了 我还生那八年的冤枉气呢 我跟你离婚是因为你 因为你你知道吗 你因为我 你妈天天跟我 唠唠叨叨叨地说 要孙子说你在哪儿 她有事没说 对我指个丧骂个怀 就差把我说得 你们家罪人了 说你在哪儿 好人全让你当好坏事 全让我一个人干的 我刘展鹏可从来 没嫌弃过说 你不能再生孩子 你不嫌弃我 我就得对你感恩戴德了 你怎么不想想 我好段段一个人 我怎么就搞得 不能再生孩子了 谁害的 你们有一点点责任吗 好 好 都是我的责任 你不能生孩子 全都是我的责任 我刘展鹏的责任 你是我的责任 你找我呀 你气我妈干什么呀 这么多年你都忍过来 你就不能再忍一下吗 我凭什么再忍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如果当初你一开始 就告诉你妈的话 道歉的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我当初要是 直接告诉我妈的话 你根本 不说了不说了 婚都离了 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你总觉得你特委屈 可你没想过我委不委屈 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我做这些 你为我付什么 你这辈子干什么都为了你自己 那我当初在医院 你妈发我骂的狗血淋头的时候 哪怕你帮我说一句话 就一句话 你告诉他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你也有责任 你告诉他 我把瞒着他也不光是一个人 我每次为他好 你告诉他我生不了孩子 我心里比他还痛 刘展鹏 哪怕你就帮我说这一句话 就在你妈拿着脏 砍着我的脖子 我都不会跟你离婚 跟你呢 您就觉得我不走事 我不忍去 他这儿给你找麻烦 你就看你妈在这 伤心欲结疼的比较大 你就没想想过 你就没想过我们去离婚 好吗 放开 我知道你疼我也疼 能不能冷静点 咱俩已经离了 一刀两断了 你想怎么恨我 爱怎么恨我 没问题你恨到死都行 但现在咱得谈事吧 天亮我真是为你好的 你现在没经济能力养孩子 我替你带茉莉 你想想 你带着茉莉住在那种威房里 哪天如果说她了 砸着她你 你现在不用为我好 你要是真为茉莉想 将来你要结婚的吧 你会再婚再要孩子 那个时候茉莉在你们家 有地位吗 我不可能让我的孩子 留在一个这样的家里 我们这家怎么了 我们对茉莉怎么了 奶奶疼爸爸爱的怎么对她不好了 那是现在 你自己好好想想 你会再婚吗 我 行了你不用说了 有你那个妈在你一定会 到那个时候茉莉就是一个 奶奶不疼爸爸不爱 还有黄妈欺负的孩子 将来你那些遗产 你那些遗产都会给你儿子对吧 我茉莉得得到什么 我真谢谢你 你还替我想这么长远 我告诉你 我怎么分我的遗产 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只要你不跟我真茉莉 就在你家里那一堆儿子 为了真你这遗产打破头 我都不管 不是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得呀 我这还悠着呢 行 我不跟你吵 就一句话 要茉莉 法院见 梁展鹏 就在法院把茉莉判给你 我也会把她抢回案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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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让你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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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你那么好 你怎么能骗我 我妈 你不就是说事啊 若有个哥哥 留家说你 说你 老六家是不是走自我自己 绝了好了 是不是我们家有没有孙子 对错 老六家没有孙子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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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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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没有 你咋个哥妈 听到那儿好呢 你怎么办 啊 老六… تم 起来 别走啊 还有孩子 我还有家子 家里来 都 ли 喂 啊 你好 是你要给我当保姆吗 是我 我是投了一份简历 一个小时后上班可以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带身份证 学历证 带着呢 都 喂 喂 你 你好 我 我是刚才那个应聘保姆的 你还没给我你们家地址呢 可不可谱 一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 就这么到手了 我这一年才不得了 你还没得了 我来给 cot羞 给我认识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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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我来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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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门没锁 等什么呢 快进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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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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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可乐 可乐 你好 我叫姜天兰 是您打电话找保姆吗 以后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 煮饭洗衣打扫房间 这个屋子里的活你都要干了 这些活都没问题 可是我每天下午要去接我女儿 我能早上来吗 我早上一早来 把这些活我都能给你干了 上午我要上班了 您这身体您还上班啊 我身餐知不餐 那每个月的月薪是一万吧 当然是 你能不能拿得到 就看你的本事了 在我家里 要约发十周 如如当八 不许迟到 你今天 迟到三分钟 从下次开始算 每迟到一分钟 发款一百 如如当二 来我这里 不许去打联合电话 那我有重要电话呢 在我家 不要质疑我的话 在这里你就是空气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懂了老板 不要叫我老板 叫我东家 东家 来 试一遍 东家 让他笑 再来一遍 来 叫我 东家 放你的学位证 还有身份证拿来 你 你熟 见解现在 三十五岁 没看出来啊 还外语专业呢 现在这个学位证 你怎么太不值钱了吧 我读书的时候 全班第三 跟那些丈人家里有钱 混毕业证的不一样 所以 你只能在我这种 有钱人家里当保姆 明天开始上班 不是今天啊 当然不是 我今天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除非你能在十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屋里里里里里里里 全部给我打扫干净 要不然的话 只有从明天开始上班 看什么看 听明白了吗 做轮女装教师 有病呗 有病呗 大男人服务 变态 变态 冤家鲁臣 冤家鲁臣 妈妈 你今天找到了一份 很好的工作呀 真的啊 而且这份工作 工资还特别高 那这地区特爱什么的呢 怎么跟你说呢 就是 给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大哥哥 看他的大房子 妈妈下班就会很晚 那我就不能接你放学了 没关系 我已经长大了 可以自己回家的 真的吗 不信啊 你跟我走 你给我回来 好吧 那你自己放学回家 注意安全要看车知道吗 嗯 然后一到家就给妈妈打电话 嗯 算了 还是发点信吧 发点信便宜啊 还有 陌生人敲我们家门怎么样 都说过很多次 给你打电话呗 好 那我们去吃大菜好不好 好 想吃什么吃什么 走 妈妈 今天那个冰糖甲鱼真好吃 等妈妈发了工资 再带你去吃 好啊 还有那个土豆炖蘑菇 宝贝 宝贝 哎呦 宝贝 哎呦宝贝 怎么又这么晚才回家呀 哎呦 爸爸这不是得加班吗 挣钱 要不怎么给宝贝买好吃的呀 哎呦你你你你你你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妈妈今天早到好工作了 我们刚才去吃大餐了 所以才晚回来的 啊 去吃大餐了 哎呦我说呢 你看这小肚子这么苦 哈哈哈哈 正好 哎 看 爸爸给你买了饮料 哎 喝啊 哎 哎 这这么多蚊子 哎宝贝 拿着去向楼喝去啊 别为蚊子丢了 好 哎 哎 别走啊江江兰 干嘛呀 这女儿不都说了吗 找着好工作了 那你告诉我啊 让我也羡慕羡慕啊 再好的工作 也没有比在你们老刘家 当今坐马牆啊 不是你这跟我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啊 我没好好说话呢 我说得实话呀 哎 打住吧 跟你说话也是浪费时间 你还真当我用意搭理你呢 哎 哎 这不是不可理喻吗 哎 你找着工作 挣了钱 记得交房租啊 我帮你家被窝里 你小心你的皮图 蒙娜逆大饼鸡子 哎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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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 这电视剧好看吧 好看呀 刘欣和小雪她们俩很开心是吧 知道她们为什么开心吗 你看啊 刘欣和小雪的爸妈离婚了 但是她们俩并没有像普遍的人认为那样 整天愁眉苦脸不开心不高兴 是不是啊 你看她们可高兴了 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疼她们爱她们 这么跟你说吧 看咱们家莫莉的爸妈也离婚了 是吧 莫莉呢不能一直这么不高兴下去 就算她们俩离婚 但她们俩还是都很爱你的 过不了多久啊 莫莉的爸爸就给你找个新妈妈 妈妈就给你找个新爸爸 以前是她们两个人爱你 往后就是两个爸爸 两个妈妈都爱你 懂了吧 奶奶你的意思是不是 爸爸妈妈离婚了 不能整天不快乐 对 也就是说我要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地过每一天 对 然后再替代着 爸爸给我长个后脉 妈妈再给我长个后脉 对不对 聪明 太聪明了 那我不去心眼吗 我脑残呀我 喂 电视剧不看了 谁脑残 说我脑残呢 喂 莫莉 我要回家 我自己回家行吗 回家 你在爸爸家不是好好的吗 我才不要再在这儿 我要回家 那怎么行 你要自己回家 会被奶奶发现的 宝贝儿 乖 你的妈妈一下班 妈妈就去接你好不好 妈 你别上班了 回来接我吧 妈妈不上班怎么挣钱呀 不挣钱 玻璃怎么去夏令营呀 对不对 宝贝儿 乖 再忍一忍 那妈妈一下班 马上就去接你 好不好 快 抱抱抱抱抱抱 再见 打完了 打完了 行 上半时间不让打电话 你不知道 我 你 你哪儿电话 你有多大 八岁 八岁啊 那你觉得 把你女儿放在家里 你来上班 这还合适吗 家里您是怎么回事 你不用做饭 赶紧走人吧 什么啊 耳朵塞驴毛了 我让你赶紧走人 还有 不要 以后 你不安排好你女儿 不要来我这儿上班 这都出人疯了 站住 过来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跟我说 要预付工资吗 你不是说不能预付吗 拿了钱赶紧走人 一万块钱 就这么甩出来 有钱就是好的 是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是 我现在通话记录里 除了我妈就是你 咱俩没离婚的时候 你也没这么亲着 给我打电话呀 我没事才懒得找你呢 行行 那说事 不是就那五千块钱的事吗 你别跟我提那五千块钱 夏哥没指望你 茉莉怎么了 茉莉怎么怎么 茉莉怎么怎么 茉莉挺好的 怎么了 她给我打电话 说她想回家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怎么带孩子的 我怎么带了 我走的时候她也好好的呀 怎么了 你走的时候 刘晨峰你在哪儿呢 你没在家陪茉莉啊 我什么时候陪茉莉 你管我在哪儿呢 我才懒得管你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我去接她去 你不能去啊 我妈在家陪着她呢 你妈在家 阎王爷在你们家都得去 江天蓝女 喂 吃 怎么了 有事啊 没有啊 来喝点汁 真没事啊 真没有 是不是你女儿一个人在家 不放心啊 没有 我妈陪着她呢 俩人包饺子挺好的 好 那你出来 晓雨谁管呢 晓雨今天去她爷爷家了 我每个月都会带着她去看一下 两个老人 那你现在跟晓雨爷爷奶奶 这关系挺好的 挺好的 已经把他们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了 我觉得他们永远都是晓雨的爷爷奶奶 再说了儿子没有了 晓雨是他们唯一的寄托和安慰 其实这样对晓雨也好 其实这样对晓雨也好 怎么说呢 只要是为晓雨好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知道吗 我甚至都去学着踢足球 你学踢足球 不过我的运动天赋实在是太差了 跟晓雨她爸爸简直没法比 那你真是太要强了 不是太要强 我就是不希望晓雨觉得 她和那些有爸爸的孩子 有什么不一样 我真佩服你啊 不过 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 你在中国你让孩子学足球 那有什么出路呢 还不如跟我学网球呢 我跟你说啊我我我 我说心里话我 我网球打才行 晓雨她也在学网球啊 她也学网球啊 那这太有缘分了 那就这么定了吧 别别踢足球了 你学网球跟我学网球 每天约一场好吧 这太有缘分了 赶紧 赶紧吃这个 趁热吃 我自己来吧 我来 我来 谢谢 这是这儿的招牌菜 你看 妈妈 回来了 爸爸你给我买新衣服了 你爸爸真好 那必须的 我闺女儿我不疼谁疼啊 来 宝贝 把手伸出来 拿好了啊 五千块去夏令营用的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买什么买什么 跟老师说 以后学校组织了夏令营 咱都参加了 别说三亚了 什么马来西亚 西伯利亚 埃斯俄比亚 世界上只要带亚的地方 咱都去 慕莉 把钱还给你爸 跟他说 以后你想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妈人有钱 用不着他费心 妈妈没骗你吧 钱早就准备好了 明天就给老师送过去 记住了 以后有什么事只要有妈在 咱用不着求别人 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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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 把这钱还给你爸 爸别数了给 来 伯伯 来 拿上 把这车最漂亮的换上 给你妈妈看看啊 来 那个 穿好了再出来 好 香 蒋天兰 你是不是每天不给我找点别扭 你自己特别扭啊 买来的钱啊 别告诉我这是你借的钱啊 你管我拿来的钱呢 这么算哪 原来我有钱你那么难受呢 行 你真行 真能挣 您还有事吗 我可没准备留你吃饭啊 您是要赶我走是吧 我告诉你 这房子可是 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哪儿是你的钱 走人 没见见了 顺道告诉小舅 我有钱了 让他来收房租 你以为我是 爸爸 谁家小 小了 我现在就给你换你 我现在就给你换你 还不错啊 在奶奶家过周末 功课还没落下 妈妈表扬 妈妈 你刚才为什么不要爸爸的钱呀 如果妈妈要爸爸的钱 会不会看不起妈妈 不会 爸爸的钱嘛 不要白不要 可妈妈会自己看不起自己 如果妈妈连茉莉都养不起 那我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没用的人了 那倒不会 我觉得妈妈是世界上 最厉害的妈妈 你看嘛 你一下子穿这么多钱 这么点钱 所以呀 你一定要相信妈妈 钱的事情呢 不是小孩子需要想的 你只需要把这个功课 做好就行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可是 我以后还能让爸爸 给我买新衣服吗 当然可以呀 特别可以 喜欢什么让他买什么 谁让的是你爸呢 给你看看啊 翠鸟在飞 这是鸟字吗 少了一点 这是乌鸦的乌字 记住了 记住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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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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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他怎么摔倒了 我没碰他啊 我打了个喷嚏 我拼了一个晚上才拼了七七八八 就你这一个喷嚏 全打了 那你想怎么着 你又想扣我钱啊 我什么时候让你赔了 还想逗我麻烦你以后 把这些碰不了的东西 你都给我拿安全标志贴好了 安全指数低得我离他远远的 还是按照价值来分吧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 你哪个能碰哪个碰不到 那也行 反正这个不说太坏了 怎么又行 电锅里煮的东西呢 时间我调好了 你别乱动啊 我出去一趟 不行 你那二十三份食材 我没办法一次性买够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都要出去买点 然后再回来准备 谁让你上班时间出去买的 因为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好吗 等等 真的 我也一起去 六个苹果 七百六十八 怎么想的 好帅啊 两个菜胶就是怕了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药啊 你管得着吗 你不是说我脑袋有病吗 脑袋有病就多吃点药呗 要不分你两盒 白送的 亏女还是当医生的呢 你们是不是就知道 打针吃药动手术啊 好好吃饭 别吃什么都强 你这种一点生活质量 都不讲究的人 还跟我谈这个 像你这种冰箱里天天都是 垃圾食品的人 还跟我谈生活质量 露出马脚来了吧 只要我一谈到前 你马上变成一只 非常有攻击性的刺猬 我是在说事实好吗 事实呢 是你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餐 你让开 这个 每一百克 含维他命C十九毫克 而且含丰富的钙铁心 还有这个 含蛋白质和铁 以及多种维他命 这两样东西加起来 我随便在一个菜市场 十块钱给你搞定 可是你这随便一盒药 能抵我这一车的菜 其实这个药和菜 营养价值是不相上下的 但是吃菜要比吃药 容易吸收得多 懂得还不少 还有啊 你看过这个菜谱没有 你这上面的方法 根本就不是最佳的 烹饪方法 这根本就达不到它的作用 这就叫暴点天物 其实跟你说实话吧 这些菜我要在菜市场 三百块钱全给你搞定了 可你在这儿呢 两千块钱都拿不下来 这就是你说的高生活质量 开什么玩笑 我承认 的确我小看你 怎么着 为了在嘴巴上赢我一把 下了不少痛苦吧 我真没见过 逼你还把自己当回事的人 你真就小看我了 超市菜场那是我的地盘 你以为家庭主妇 这么好当的 上有老下有小 吃得好还得吃得健康 我也很骄傲地告诉你 我们家茉莉 从小到大 没吃过药 没打过针 说你胖就喘上了是吧 上次谁在医院里哭哭啼啼的 是茉莉 那她也不是吃坏的呀 是受伤 什么菜呀 老弟 真的好棒啊 还爬山呢 夏琳这么好玩啊 那下次跟我老大一起去 行不行啊 好好好 好 好 下次再聊啊 乖 我还没说呢 我跟茉莉聊天 有你什么事啊 心情 一定是晚间活动开始了 老是让关机呢 你明知道时间这么短 你还在聊个不停 跟茉莉有什么好聊的 我跟茉莉有很多很多话说 茉莉跟你才没话聊呢 夏琴 夏 看看 干活去啊 你先活动活动 你瞧我跟你讲 晓宇这几次训练绝对进步神速 照这么下去 过两天我就得给她请国家级教练 我听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教练培训得好呗 妈 你说得没错 咱们说得水平的确高 比我们网球老师拿得还好 主要还是小宇个人能力强 运动细胞足 我指着起了个引导 行了啊 你俩别互相吹捧了 还没完没了呢 我提议啊 今天打完球之后 咱们去吃顿披萨我请啊 预祝咱们小宇成为未来的网球巨星 好呀好呀 妈 未来让展望和叔叔更好更认真的教我打球 这顿披萨应该你请 等等等等等 还还还还我请 那可不行 妈 我们老师说了 要想事好办 就请吃顿饭 你们老师怎么这么教你们啊 哪个老师这么说的 对呀 哪个老师说的呀 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说的也 你太对了这 这顿饭就你妈请 好的 就这么定了 展望路打球去了 慢点 爸 开练 接个电话 好 什么事 你有空吗 四点半 出来一趟呗 四点 这都三点半了 你 没空 大周末怎么没空啊 又加班啊 你甭管我干嘛 你就说你什么事吧 我没什么事 是你闺女的事 夏令提前结束了 拿着一堆行李呢 你去学校接她一趟 不是晴晴蓝你怎么想一出事一出啊 小爷 你要早跟我说也行 把这带上 我我我我我 我现在真有事 我这也是临时接到学校通知啊 你是不是不愿意去接啊 我不是说不愿意去接 我我这边是 我我真有事 你那怎么着吧你 这么着 你先去学校 我这边办完事马上过去 这大不了你们俩多等我 我真就奇怪了 你的事都叫事 你闺女的事都不是个事 要不她拿着行李看你有车 我真的懒得给你打这个电话 展望叔叔快点呀 来了 什么人哪这是 天天蓝 动脚 坐 没事 你说吧 坐 什么呀 拿回去好好看看 从头到脚说营养 食品营养与健康 给我的啊 废话 这么简单的书难道是给我的 千万别误会 我不是想培养你 我只是觉得 你在营养搭配上 有那么一点点小天赋 这两本书 拿回去好好看看 以后给我做饭的时候 你的营养搭配 也许会均衡一点 不需要 你干什么 你都说不需要了 还留着干什么 神经病 正午吃什么 大卤面 不吃 为什么 别以为楚老师说 我喜欢吃大卤面 就给我做大卤面 别想偷懒啊 中午四餐一趟 一个都不需要 没有 爱吃不吃 什么态度 妈 我上班多组 咱们叔叔 我回来再收拾你 这小子真小 好几个球都接不住我 好几个球 你是接不着吗 你是心里有事吧 刚才看你接电话挺着急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事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我不希望 因为我和小雨 让你过得很累 确实有点事 刚才是江天兰的电话 和学校临时通知 莫莫莉那夏令营提前结束了 那行李多想让我去接一下 那你就去接呀 孩子挺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肯定特别想你 你不是跟我说 莫莉走之前还跟你生气呢吗 闹别扭 如果你再不去接的话 她肯定心里特别难受 让你几点去啊 四点半 来 这都快四点一刻了 你赶紧去吧 我是想陪小雨打完球再说嘛 小雨这儿有我呢 我陪她累会儿不就行了吗 你赶紧走吧 你真是善解人意 行 那我先去 那这么着 你跟小雨说一声 好吧 来 慢点 好 慢点 几个意思 给你的书钱 照着书上 原价六折给你的 什么 你那书本来就是旧的 还是你认识的 原价六折很不错了 外面盗版还五折呢 你竟然肯拿我的书 就跟盗版的书相比 我发现你这个女人脑子 越来越有病了 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CD啊 你不用转着玩的骂我 我这女人就这样 我不用别人可怜我 我也不打中脸充胖子 一句话 卖不卖 卖 我卖 那对了 我一会请个假啊 不行 我饭做好了 不行 你在微波炉热一下就行了 不行 不行也得行 大不了扣我钱 我走了 是不是莫莉今天回来啊 妈妈 你知道吗 台风真的很吓人 海边好几棵树都被台风刮倒了 是连根拔起的 还有 我们本来是要坐飞机回来的 可是老师说 飞机也怕台风 所以我们就都活着回来了 你不知道啊 妈妈接到你老师电话的时候 都被吓死了 还好咱们平安回来了 对了 还有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呢 又没提前来一个星期回来 所以老师给我们每个人 退了两千块钱呢 真的 这是妈妈这个月听到的最开心的事了 钱呢 在我书班里呢 回去就拿给你 按照这么说来 咱们花了三千块钱 你又坐了飞机 又坐了火车 还去了三亚 还经历了台风 虽然是有点危险嘛 但我们也值了 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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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过了呀 宝贝 小宝贝 小宝贝 妈呀 可算逮着你了 爸爸紧赶慢赶到学校 结果妈呀人说你已经走了 给我急了 我 我到处找到处找 我终于抓着你了 怎么着 听说你遇着台风了 提前回来了 把我闺女吹成什么样子了这是 为了给宝贝押精 你看这是什么 莫莉啊 亲爸爸一口 小熊就跟你回家 那你亲小熊一口 他就跟你回家 抱着吧 拿走吧 老贝 老贝 我知道是爸爸错了 那天晚上 爸爸向你保证 像那天晚上的错误 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再说那天晚上 真的我们不是打架 我们是闹着玩 骗人 我怎么能骗你呢 我对天发誓真是闹着玩 你不信你吗 你妈 是 闹着玩的 你开示范 妈妈不会骗你吧 那好吧 我原谅你了 以后闹着玩也不许 爸不听你的 真是乖女儿 妈 那这样 那个爸爸开车 送你和妈妈一块回家好吗 妈妈 我们坐爸爸的车回家吧 上车吧 来 宝贝 来 别磕头啊 走 走了 差不多得了 我好不容易把闺女哄好了 你赶紧吧 演得真好 您不是没时间呢吗 不为我闺女我才懒得来呢 行了 上车吧 不是 你不走我带我闺女走了 是吧 试试啊 你看她跟不跟你 行 蒋天岚 就知道拿女儿威胁我 还能干什么 妈妈 你知道吗 夏琳寅的老师 还教我们游泳了呢 真的 可惜我没有学会 对了 东老大家还有个好大的游泳池呢 他一定也会游泳 我能打他教我吗 有大游泳池也不一定游得怎么样 莫莉啊 你爸游得好着呢 有空我教你 我知道你忙 所以我还是找东老大教我吧 莫莉啊 你跟那个什么东老大 他怎么认识他呀 他怎么认识他呀 因为东老大就是我妈妈的 莫莉 你说这小熊 他穿这么厚的衣服 他热不热呀 干吗呢 天蓝 可没把孩子吓着 孩子还没说完话呢 真是 莫莉 你接着说 莫莉 你累了吧 闭上眼睛 休息一会儿 我不累 那就闭上嘴 你们仨怎么一块儿回来了 我接莫莉 然后姜天兰也在 我就顺道烧回来了 莫莉 还来看奶奶给你做什么好吃的了 去吧 细花小笼包 爱吃吧 我下午专门给你蒸的 没吃完了 我再给你做烧卖 好不好 我没进你们家门 不算犯规 莫莉 小笼凉了不好吃 刚才你跟奶奶回爸爸家 让奶奶热的给你吃吧 刚好这周末去夏令营 也没赶上去奶奶家 去吧 妈妈也没做完饭 那我去奶奶家吃饭喽 走吧 你先来莫莫莉回去吧 我跟姜天兰说点事 走吧 等等 咱俩聊了呗 你今天妈要问你 你就说话跟我说吧 是不是那个什么东 什么老大那个 真的在追你 他追我你紧张啊 我紧张 我就觉得这小子 不是一什么好东西 捅共见他两面 我见一次打一次 见一次打一次 是你被打 那是我不惜地还手 跟他这种人打架 丢我的脸 我要用流氓来形容他 那都是糟蹋流氓这个词 你闭嘴吧 这就护上了 我可是真为你好 看着咱俩睡了八年的份上 我给你分析一下啊 你不是二十郎当岁的 滑稽少女吧 黎毅带着孩子 你也不是什么富婆吧 他这个岁数的男的 怎么就能看上你 除非他脑子有病 要不然就就涂个新鲜呗 你这么大岁数 你可千万别上这档 你说我怎么就 那么愿意上他的档呢 人家比你年轻 比你帅 比你有钱 还比你好茉莉喜欢 害怕了吧 我害怕 还笑话 不信你现在让他过来 我要能让他走得出去 我就不幸刘 我那天还纳闷呢 他那么打你 没把你的牙给打掉了 别扯这些暴力的 退一万步行 我就是不管你 我要管我女儿 少拿女儿说事 我跟你说真的呢 你如果铁了心了 跟那什么什么东西 你去跟 我不管了 但女儿你死活带不走 你还真吓不着我 不信你就试试 试试就试试 不可理喻